我们看到餐厅人员穿黑色衣服的女生 拿着我的康世美的袋子 那正在跟王警官进行对话 然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王警官有拿着这个袋子 然后就还低头看了一下 其实他也知道不是他的 穿白衣这个是经政室适用的经冠 吃饭了后餐厅原工提供他一个白色的盘地 总是盘地的主人是在港岛的身份是去玩帝尾山 他不去拿走 后来去找他他所态度不好 这次帝尾山是他没努力 第一时间是告诉我 他只有把菜尾给带回家 那家中没有任何我个人的袋子 我是觉得他的态度并不是非常的友善 那他好像觉得我在无赖他 那他甚至告诉我说 这可能是同行的另外一位女性宾客拿走的这个状况 那所以当下其实我是有点生气的 四月日到帝尾山来到台北市的一间餐厅 参加二次和境界并有的餐厅 事后不去跟官邸拿走 连络餐厅在完工提供 开始的问对方 这个警官说是要拿去找室主 后来帝尾山连络到他 他的态度这么变弱 那我拿到影片传给王警官之后 他的态度就有进行转变 他就说那他再去查清楚 那所以这个前后的这个状况 就是很明显这个说谎嘛 前后不一 那让人觉得无法信任 他也没有承认 他只是跟我说他要确认看看 因为他当时是推托说 这个袋子可能是在捷运上被别人捡走了 这个警官有接受接约的事 所以跟帝尾山的官邸当罪 抓拖的杜 但在认算接线 这让帝尾山是不合作接受 我在当时我又跟这个王姓警官 也有做一些讨论 到底是要用什么方式把它送回去 那当时其实王警官非常的清醒 那看起来连也没有红也没有醉 所以他后续说他在这个捷运上 把我的袋子吐的都是 然后丢掉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没有事后再去其他的场合 再去进行喝酒的动作 我们就不得而知 对方式经政事的经过 没人到憔悴失识的接线 别说面对当时人的问题 也就是要说白插 对于山国心 故意沉沾尾射物 插头和回顺顶顶顶 明镜新闻上下报道 感谢观看